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给大家介绍系列电影《金刚狼2》 本就青春永驻的变主人狼叔拥有超强自愈能力 在身体注入了埃德曼合金后 基本没有任何人能杀死他 狼叔在多年前曾在战场上救下一个日本军官 现在他已到了垂暮之年 且身患重病命不久矣 编派手下小红却将狼叔找来 说想见救命恩人最后一面 可是当狼叔赶到后 他却提出自己想要狼叔永生的能力 因为他是日本的灵魂人物 一旦他死了 整个日本和他的家族都可能会出现问题 尤其是他心爱的孙女珍丽子会遭到坏人的迫害 狼叔想也没想就拒绝了他 我救了你一命你还反过来想要杀我 这谁能同意 当晚日本军官就去世了 第二天的葬礼上 也如他所言 珍丽子遭到了坏人的迫害 幸好狼叔和暗中保护他的手下及时发现救了他 奇怪的是狼叔在这场战斗中身中数枪 伤口却久久无法愈合 他怀疑是自己的身体内部出现了问题 但是现在只有他能保护真丽子 善良的狼叔选择一直待在他身边 直到某天他被变种人毒蛇女抓走 狼叔一路追回了真丽子的家 使用他们家的医疗仪器检测 这才发现有一只虫子附着在自己的心脏上 他以狠心一咬牙切开了自己的身体 伸手进去将虫子掏了出来 果然没过多久 身上的伤口都迅速复原了 狼叔根据毒蛇女留下的线索 找到了他所在的位置 却陷进了他部下的田螺帝王 醒来之时已被困住无法动弹 在他的面前有一个巨大的 由埃德曼合金制成的机器人 他们想要砍下狼叔的爪子 将他永生的能量转移出来 千钧一发之际 真丽子冲出来挡在了狼叔面前 机器人一刀砍歪 劈坏了困住狼叔的椅子 狼叔和机器人展开殊死搏斗 不敌机器人的狼叔爪子被砍断 毒蛇女也在这时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和机器人一起对付狼叔 狼叔很快就败下阵来 机器人顺势开始转于狼叔身上的永生力量 令人震惊的是 机器人盔甲下竟然是在开头就死悄悄的日本军官 他从一开始就是假死 同时在独生女的帮助下利用盔甲续命 目的就是为了从狼叔身上得到他想要的永生 既然狼叔不愿意给 他只好通过这种方式强夺了 转移力量的过程中 狼叔变得越来越虚弱 相对的日本军官却越来越年轻 就在一切快要结束的时候 真丽子冲出来 用狼叔断裂的爪子了结了他亲爷爷的生命 金刚狼也恢复了自己的力量 事情终于告一段落 狼叔没有在这多做停留 要知道 他是一个不愿意选择逃避的战士 不出意外的话 他将要和X战警一起迎接另一场战斗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拯救世界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星星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 来看看